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现在啊,如果一说起年轻人搞对象结婚 有可能就会,唉,难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说,女方对男方的要求太高了 什么婚房啊,彩礼啊,汽车啊,男方工作啊 家庭条件啊,等等等等啊 满不足不了女方啊,不好找啊 那么说为什么女方这么多要求呢,也得告诉你 因为物以稀为贵,男多女少 很多男人都在挂光棍呢,所以是女方市场 所以才有这么高的要求 那么说话又说回来了 那你说男方娶媳妇就没有要求吗 就没有在乎的吗 有人就说了,唉呀,老宋你可不知道 能娶到媳妇就不错了,还敢有要求 我觉得不同意的观念,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点夸张了,没有那么严重 再一个呢,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男方 娶媳妇也不是随便找一个就行 他也是有要求的 不可能说没有要求的 朋友说了,那男方找媳妇,男人找媳妇 都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看一看,男方的要求是什么 好不好 咱们先说,男方对女方个人的要求 首先第一个,不用说 相貌身材 这个是一个最硬性的条件 无论你有没有学识 无论你是否知书达理 无论你家庭多么不堪 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你有没有工作 什么性格不合呀 什么耍小性子 这些都不重要 如果这个女人的颜值报表 别的都可以忽略 这个和什么有点像呢 这个和男人如果绝对的富有 别的都可以忽略 大概相等 你说是不是 只要你这个女人的颜值报表 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了 什么你家庭啊 乱七八糟啊 我跟你讲 所有那些都是在这个之后的借口罢了 承认吧 只要这个女方颜值够报 什么都不是问题 这是一个最硬性的要求 其次呢 第二个女方的个人就是 正好符合男人的性格 喜爱,喜好 有的男人呢 喜欢温柔贤味性的 有的男人呢 就喜欢性格开朗性的 活泼可爱性的 不一样啊 不同的男人有不同的喜好 如果这个女人正好符合了这个男人的喜好 哪怕他不是大美女 只要不是太丑啊 这个男人也会认为 这就是我的所爱 嗯 就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 你的性格正好切入他了 这个男人就觉得别的都可以忽略 我就喜欢他 有的时候有的人也不理解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女人呢 也没觉得这个女人多好啊 就是因为他的性格正好符合了这个男人的性格喜爱 性格审美标准 这个是男人对女人的两个个人要求 如果有了这两个个人要求达到了男人的满意 那么男人其他要求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惧 啊就那家庭什么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如果这两个没有百分之百的 或者是足够达到男人满意的话 那么男人就会对女人的家庭很在乎了 也会有一些要求了 那么说男人会在乎女方家庭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女方父母是否有养老金 是现在很多男方找媳妇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 别不服气 现在呢独生家女子女家庭比较多 大家都知道 如果找了一个独生子女家 哪怕就是两孩家庭 如果父母没有养老金 那么以后的负担 大家心知肚明了 所以很多男人包括男方的家长也会考虑 以后的负担到底有多重 你俩能不能承受得起 最简单的一点 可能是我不需要你的父母为我们做出什么奉献 但是也别影响我们家庭 也别让我们付出太多了 虽然现实了一点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跟你讲养女儿的父母 别觉得我是女儿没有事 养老金对你很重要 对你女儿的未来也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女方有没有工作 或者是说女方有无挣钱能力 这个会根据男方的不同身份要求不同 那么说有什么要求不同呢 我打个比方说 如果这个男人是公务员 情况下 如果不是他个人那两个条件 切合的很好的话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他不会找一个女方没有固定工作的 现实就是这样 男方家床也不会同意 当然 男方如果是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的一个打工仔的话 他轻易也找不到一个女方国企的或者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 就是这样的 这个有点像我们所说的门当户对 女方对男方有要求 男方对女方同样有要求 真的 是这样 不信 你们去看 你们去屁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大多数男方不能接受女方家里太穷 但是也不太希望女方家里挺富有 太富 好多说了 那多好啊 他家特别富有 我上门多好啊 其实大家误会了 很多男人并不喜欢差距太大的女生 就是说呢 这个女生家里特别富 我家里条件也一般 也挺好 但是你家里的条件好得太多 很多男人还不断在喜欢 因为这种压迫感 你不是说的 不会的 怎么不会 一定会的 无论从家里的父母啊 到什么 都是一样的 自古以来就是 男方如果家庭好一点 女方差一点 这个还可以 如果女方家庭高太多 男方这种情况 那么日子不太好过 所以呢 男方并不会轻易说的 哎 一定找个 看这个女方家庭条件多好啊 不会 大多数男方 包括男方的父母 都愿意选择什么 两方家庭条件差不多的 太穷了 男方也不太高 也不太满意 太富的 也不太高 所以这个门当户对 男方是首选 也是如此的 朋友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大多数 男方选择 另一半的时候 或者往下出的都是这样 哪怕别人介绍的也是这样 是不是 你们想想 尤其南方的父母 对这点 认识的比较高 女方父母可能差一点 女方父母可能会说 哎呀 这南方家庭条件好啊 可能心里比较好 南方很少会关注这点 你们说是不是 啊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就是 女方家庭的 其他成员 如何 尤其是有哥哥弟弟的 南方的家庭 非常在意 啊 你说是不是 他有哥哥弟弟 有兄弟姊妹 就不行了 不是 如果有姐妹啊 南方基本上 不会考虑 如果有弟弟 这种 南方会很谨慎 谨慎什么 就怕遇到伏地魔 南方会仔细观察 这个弟弟 到底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未来的家庭负担 嗯 就是这样的 如果有可能 那么 南方 这个东西就会考虑得很清楚了 因为什么 现在的宣传啊 什么伏地魔呀 家里什么 哎呀 这种事情宣传的多了 每个人都会去想 就是这样 大致上 南方对女在乎的 女方在乎的 包括要求的 就是这几方面 啊 朋友们说了 哎呦 有点太势力了 也没有什么真爱在里面呢 什么是真爱呢 嗯 南方和女方在一起 女方南方在一起 都是一样 两个人切合了 这个点切合了 开心了 才叫真爱 是不是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不得不考虑以后 南方可能有点现实 女方其实也一样 你们说是不是 其实啊 大家仔细想一想 现在很多南方 对女人的家庭也好 对女人的自身也好 要求挺高的 也很在乎的 是不是 其实啊 南方也没那么可怜 你说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山 希望朋友们 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